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留言吧 喂,今天想說書評和劇評嗎? NO NO NO,今天我想說暑假的新劇 2021年,過了大半年 今年好像只有年初的山河嶺有些水花 另外,斯藤和《愚痴小悟》作有一些口碑之外 其他劇都好像無聲無色播完 哎,因為今年是大事件的年份嘛 平台方排劇當然要小心一點 電視台也只是敢播《扶群劇》和《任務劇》 嘶,敏感的東西不要提 來到7月了,宣傳正能量的任務應該差不多完成了 要開始安排新劇在暑假黃金檔播了 耶,終於可以看新劇了 上半年差不多把我悶死了 你快點開始吧 第一部就是由公進和張惠民主演的《你好火焰藍》 這部劇已經定當7月8日了 這部影片上載時,觀眾已經在看了 你上載的影片太慢了 每次都慢半拍 Shot up! 我都說了我很忙的啦 上次的影片只是我一個人完成而已 說回這部《你好火焰藍》 這部劇是講述飾演消防員的公進和飾演醫生的張惠民 救人扶毅的故事 為什麼男主角是軍人、警察和消防員的故事? 女主角一定是醫生的? 你是我的承辭盈女和愛上特種兵都是這樣了 唉,這些叫做sexual stereotype 進步了,都沒有說女主角是護士 不過最近真的有很多軍人、警察、消防員的故事 過審不是很麻煩的嗎? 過審當然麻煩啦 不過過了審之後 這些劇是宣傳正能量 排播會方便很多的 你看看 過了7天,這部電影就已經可以播了 那你會不會看這部電影? 我怕太正能量了 好像上課一樣 我還是回去看《烈火紅心》 這麼舊的電影 看台劇《火神的眼淚》吧 有笑有淚,有諷刺時弊 寫實很多 嗯,那我們說下一部電影吧 下一部電影就是定當7月11日的雲頂天宮 又是當莫筆記嗎? 上次終極筆記已經說到張家古樓了 現在才說回雲頂天宮? 我真的很混亂 垃圾歡睡就是這樣 上次拍《路海潛沙》和《巡嶺神樹》的時候 他又沒有留後名號和《承藝》的檔期 只是匆匆去了一場白山拍《天宮前傳》 後面進《雲頂天宮》就要換人演啦 怎知之後 《道武筆記》的版權又就到期 歡睡為了不浪費了 就把版權轉給《愛奇藝》拍《終極筆記》咯 人家《愛奇藝》自己出錢拍 《終極筆記》一拍完就馬上開始播了 怎會像這部《雲頂天宮》拍了三年呢? 現在換了《白樹》做《吳邪》 《兆東澤》做《張喜寧》 《王半子》仍然是《張博宇》 《劉鶺宇》做《小花》 《白樹》之前在《劉璃》做《屯蛇》我都很喜歡的 《張博宇》和《劉鶺宇》在上一輯都做得不錯 不過… 《兆東澤》做《張喜寧》呀? 嗯… trailer 上真的好像一般般的 不過…帶著我對《劉璃》和上一輯的愛 我都會勉強看完這部《雲頂天宮》 況且只有24集而已 不難捱 好了,我們幫《垃圾寬碎》賣完免費廣告了 下一部吧 下一部是由楊楊和迪麗葉巴主演的《李是我的榮耀》 現在暫定7月下場開播 《富士講述》由迪麗葉巴飾演的女明星 因為要學如何打王者榮耀 而重遇她的舊同學 做《航天工程師》的羊羊 嗯…這部也有點看頭 trailer 拍得好漂亮呀 沿著作者是顧曼 之前翻拍她的作品 《薇薇一笑懇傾成》 和參參來了 都大爆的 不過就是拍有關打機的劇情 會被人改到面目全非 不用怕呀? 一定會呀 她可以在7月這個敏感的時間開播 不過內容一定不少 男主角是航天工程師 嗯…加上王者榮耀 這可能是一部廣告片 哈哈 不過有很多老氣骨 潘月明、胡可、黃彥林 真的很吸引呀 嗯…我們就觀望一下 我們先看看下一部 下一部是陳曉和黃一博主演的緝毒劇《冰與火》 這部過了十了嗎? 嗯…好像還沒呀 那不用說 有準播證才說呀 我聽她說會播 從1月聽到7月 我不聽呀 不要再騙我了 下一部吧 下一部是由宋善和羅雲熙主演的心跳員計劃 故事講述由宋善飾演的裘佳玲 是一個著名醫療機構的研究員 她遇到由羅雲熙飾演的周小山 周小山表面上是新進的研究員 但實際上她是一名間諜 是來竊取研究機密的 之後就是他們愛恨交情的故事 這部戲壓了很久了 18年12月已經殺青 因為關於間諜 審批了很多次 連劇名都要由兼客改為心跳員計劃 終於在上個月拿到準播證了 那一定改到支離破碎啦 噓… 播出就是勝利 所以到時候不要罵編劇、罵導演 劇情不連貫 不關他們的事 還有配音呢 要改劇情 口型一定對不上啦 算了,不要說了 下一部吧 下一部就是成藝和張宇熙主演的夢醒長安 故事講述由張宇熙飾演的程若如 因為甘露之變慘遭滅門 輾轉之間 她就成為了趙蓮天子李嚴的貼身示威 暫定7月開播 這一部啊 我都是由1月等到7月 每個月都說會播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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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不同的 登登登登登 嗯… 她在6月30日已拿到準播證啦 好感動啊 你被垃圾寬水騙了這麼多次 你都還這麼天真呢? 你都說啦 7月是敏感時間 你覺得一部 講反抗以下欺信的古裝偶像劇 會這麼容易排播嗎? 但是這一部是芒果TV的 他們沒有其他大劇 競爭都不太大 暑假黃金檔 應該不會放過這部大劇吧 啊… 況且 Long果台也沒有古裝份額啦 這部劇可能只是網播 網播沒有電視台那麼嚴 沒有份額可以放在10時播的嘛 總之你們別說那麼大希望啦 可能9月10月才播 快點說下一部吧 但是10月一日是… XX的 嗯 下一部是長安如故 刪定7月愛奇藝開播 故事講述由白鹿飾演的太子妃 自小就跟任嘉倫飾演的周生神學藝 之後就開始了司徒之間的虐戀情深的故事 這部又是古裝 又講打仗會不會想不到的 人家是架空又沒有反叛 愛情為主 沒有夢醒長安內容那麼敏感 拍完之後很快就已經過了審 那又是 不過愛奇藝有很多戲等著播 有些競爭 不知道會不會爭取到暑假黃金檔呢? 嗯 7月是有些說的 可能8月 這部要快點播 這部是一生一世的前篇 如果這部不播 一生一世都不知道要排到什麼時候 上半年很多戲都不敢播 現在很多戲都要爭檔期 楊密的伏諸夫人 和李易峰的鏡雙城都還沒有消息 明明暑假是最適合播才合戲的 還有浩依恆呢? 不要提他 這一套太敏感了 每個人都盯著他 他一定沒有消息 突然間空降播出的 你都沒有說黃牌部隊 有黃景魚和宵戰 不是說7月會播嗎? 我不是很喜歡軍人的戲 聽聞這部會在央視播 播出也沒什麼大問題的 今年真的很多戲有過心的問題 很多戲都壓著播不到 播出的題材又很單一 不是軍人戲就是甜蟲 是啊,越來越多關卡嘛 上升、網播、首頁、推薦等等 全部都要重審一次 警察的橋段要公安部再審 軍女戲我就不知在哪裡審了 不過就一定要審的 你看看 連正五陽光的我門正年輕 四年都還沒過審 這個不是和XX八一電影廠一起出品的嗎? 這樣也過不了審? 聽聞有一個很重要的配角 劇情說她有婚愛情 故事上又不能關掉她的角色 但是軍人婚愛情的劇情是過不了審的嘛 哈哈,這麼搞笑? 不可以加具管故事純屬虛構嗎? 或者PG家長指引也好啊 那我怎麼知道呢? 總之過審就很難啦 規矩又連連加 十年前可以穿越 現在也不可以啦 加上今年是XXX 頭半年了 審出來的戲也很少 遲些申請上升的電視劇 還不可以只網播 一定要找一個電視台播 派播嗎? 還慢啊 那我回去看TVB的劇 你也愚蠢的 TVB的劇也買回大陸播啦 又或者是合拍劇 除了說廣東話 那跟大陸劇有什麼分別? 你去看台劇和韓劇啦 但是人家很喜歡看古裝的嘛 聽聞韓國遲些會拍鮮俠戲啊? 你等等啦 又或者遲些Netflix會拍古裝片呢? 怕就怕到時好像花木蘭那樣 四不像咯 人家會進步的嘛 有市場就不怕 不過條路就很漫長咯 未有替代品之前 我們都要死定咯 又或者看小說咯 小說只是禁了王 有很多橋段都還未禁 是還未禁啊 不是不會禁啊 不過小說代餐有很多 唉好灰呀 不說了 我要心理重建一下 下次再說吧 好呀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新劇想和我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 同一時間記得訂閱和按一下 那個鈴鈴啦 拜拜